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21章DOM操作表格及样式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DOM来操作样式 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一个行内 对吧 行内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能获取 通过stale属性进行获取和什么复值 那么他呢 stale属性呢 是不能够对他的链接和内联样式进行获取 对吧 好 那么后来呢 我们又看了一个叫做 叫做get computed stale 那么他呢 可以得到 不管是你的 是你的行内还是内联还是链接 他都可以得到最终计算出来的样式 但是他有个缺点 就是他不能够复值 他不能够复值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操作样式表 那么操作样式表呢 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class调用的问题 那么他可以通过id和class来变换他当前的样式 但是呢 我们真正常用的是class这一块 那么首先 我们先创建一个demo3 demo3 demo3 好右击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个地方我先去掉 这边改成demo3 这边不变 拉过去 这边全部去掉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做一个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链接式的样式 因为链接式的样式呢 和这个内联式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统一的全部就做成链接式的 先做个basic.css 好 然后呢 我先写一个box 在这里写 先写个最基本的20px 颜色为红的 然后呢 就是那个谁 那个background 给他来个ccc 好 那么我先让这边的运行起来 demo3 是这样子的 对吧 demo3 这是链接式的样式 那么现在呢 样式还没有附加在他身上 那是因为呢 我们还没有链接过来 那么我们怎么链接过来呢 通过link 这也是我们以后最常用的 它有个rel属性 这边呢 就要设置为stale seat 然后呢 它的type是text css 多了一个 它的hif 就是链接当前的css 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红颜色20px 灰色的背景 这边有了 那么这边不是行内的 它必须是哪里的 我们点一下 它必须是这个 这个css 这个文件上面的 大家看啊 这边有一个basical.css 好 那么这是链接式的 链接式的呢 用我们上一节课的话 stale是无法获取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用的用这个 computer这个计算后的是可以获取 但是不可以复制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id和class调用的问题 好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想将这个box的样式突然变了 变成变成另外一种样式 如果学过事件的话 我们就就好办了 对吧 现在还没有学过事件 所以呢 我们先 就是就按照它的刷新来看 我再写一个叫box 比如说我这边字体大小改成30 都变一变 颜色呢 改成blue 背景颜色呢 改成orange 这些错了 好 那么下面我怎么样让它 一下子变到那个另外的样式上去呢 那么很好办 那么我就是varbox等于document.getelementbyidbox 然后box的id我要说变掉 变成谁啊 变成box 好 变成box之后呢 这种方法 交换id之后 就会附加那个id的样式 对吧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呢 我们一点刷新一下 变了吧 是orange的背景 然后蓝色的字体和30px的大小 对吧 其他的也会变 好 但是这个就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id呢 本身是唯一性的 你突然给它改变了 好 突然给它改变了 你想一想以后的话 你想操作它的话 是不是你看id都变得box了 你就会怀疑 你看fairby进行测试的时候 你用box的话 你可能会不知道能不能用 对吧 好 当然也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box给上stale 我给它来一个 给它来个什么呢 给它来一个想一想 来个字体吧 femoral 给它复制 aral 给它来一个粗一点的字体 发现这边字体是变了 还有用的 大家看到 也就是说 你虽然已经变得box 但是box居然还有用 但是box能不能用呢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本语 如果用它box点上stale 我再换个 我把颜色再改了 改成白的 不是白的 白的吧 white 可以吧 试试看 大家发现 又可以改成白的 那么也就是说box和box都可以用 那么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到以后调试 开发 是不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混乱 而且因为这个换id的问题 而且还要换过来换过去 你不小心下次再换过来 点id 等于 你这边来 你再通过这个post换 点id 再把它换成box 好 换成box 你就搞不清楚了 到底这个样子到底是谁设置的 是谁设置的 对吧 好 所以 这么做 会 引发 各种 怪异的现象 各种怪异的现象 连锁反应 所以呢 最终 是灾难性的 最终是灾难性的 因为你从这里看出 它的id是box了 那这边全是用的box 你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好 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通过样式的话 很少通过id来使用 好 这边写上这么一句话 叫做 不建议 应该叫非常不建议 不建议 通过 变换 变换 id 来改变 它的css 样式 改变它的css 样式 这是非常不建议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通过class调用 因为class呢 是个关键字 所以呢 javascript就做成了一个class name 去调用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两个呢 我先把它去掉 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先给它来一个class AAA 对吧 好 可以这么来吧 那我这边写个AAA AAA 这个 AAA呢 是字体是20px 那么再来个bbb bbb的字 bbb就不是字体了 就是颜色是green 绿色 好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刷新一下 它是黑的 就是20px 那么我想把它换成bbb呢 换成bbb的话就很简单了 那就这么来 叫box点上class name 等于bbb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它变成了绿色 但是之前的AAA没有了 那么我们也是知道 这边写个知道 class调用 其实是可以叠加的 好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如果不写的话 我们之前这边是可以写AAABBB的 这么写 可不可以 就是说将两个 两个样式叠加起来 如果有相同的话 按照优先级后面会覆盖前面 如果不同的话 大家可以叠加 我写一下 叠加的意思 是 如果样式相同 那么后面一个会覆盖前面一个 如果不同 就进行叠加效果 那么叠加 叠加 好 试试看 比如说我下面这个改成的是30px 那么呢 他就会把这个前面的20px 给怎么样啊 给覆盖掉 当然我这边就不覆盖了啊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再来两个 CCC CCC呢 我给他来个加粗 那么我再来个DDD DDD呢 我给他来个下滑线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现在默认情况下 我只有AABB 我想加个CCC怎么加 好 我想加个CCC 那么不可能说你这么加 CCC 不可能吧 因为你加了CCC之后呢 他只有一个CCC AA和BBB就没有了 所以呢 导致你想怎么加 导致你可能会这么写 class name等于AABBB CCC 好 这么写 好 这么写 大家就感觉 有点冗余 好 有点冗余 好 下一次我又想 我想加个DDD的话 你可能就会这么写啊 先测试一下 哎 有了吧 加粗 三个都有了 AABBB CCC 好 如果下次我再想加个DDD的话 好 这个冗余就特别明显了 AABBB CCC DDD还容易写错啊 感觉特别冗余了 越多越冗余 好 越多越冗余 好 那么改天呢 我想哎呀 这个BBB样式不行了 或者说通过事件 点击一下就没有了 好 那么这个BBB我不想要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想删除这个BBB 那么你要这么写 AA CCC DDD 好 超级麻烦了 好 超级麻烦了 对吧 好 那么刷新一下 确实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添加哪一个 你还要把原来的都要带着 我这边写下 你想添加哪个必须把原来的完整不动的完整不漏的带着对吧 删除哪个还要把什么原来的都带着啊 特别累赘的特别累啊 而且容易错 错 是吧 好 这种写法你不觉得累吗 这么多冗余 所以呢 那我们如果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要添加一个的话 我只要写一个 只要写个BBB 只要写个CCC 好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想添加一个 我就写个方法 叫ADD class 我只要添加个CCC 好 我就这么一写 我就这么一写之后呢 后面就会有个CCC 对吧 好 我想添加DDD 那我就 我就这么一写 DDD 非常简洁 那么后面就会 多出一个DDD 那么前面呢 会不会被覆盖掉啊 不会被覆盖掉 当然你想覆盖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那你还用原来的CCC 这样子的话 用CCC把原来所有都覆盖掉啊 这个就是把原来的清空调 用这个啊 上面两种呢 就是原来的保留 原来的保留啊 原来的保留 附加 这个 所以呢 我们用的多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用的多的 其实是附加 是把原来的保留 而附加这个 你把原来的清空调 这个用的其实并不多 好 并不多 所以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怎样才能实现 这些不冗余的方法呢 好 三个函数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边有三个函数 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步 你要判断这个class是否存在 你要添加它的时候 比如说 你本来 你本来就有AA和BBB了 我这个时候 我再添加一个 AA 你觉得有必要吗 对吧 好 你就就觉得就会说 我添加了这个AA 我会不会在后面 变成这种形式呢 比如说 AA 对吧 这样就冗余了吗 对吧 又冗余了 重复了 就叫 好 就是说 你首先要先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class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写个函数 是吧 Faction has class 这个函数 首先传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要传这个 element 就是这个box 第二个传呢 要传这个字不串 就是你要传的这个class类 那我就 名字就是c name就可以了 那里面我怎么怎么怎么判断呢 好 我是这么做的啊 我要返回一个布尔值 如果有就返回chor 如果没有就返回fair 想法是这样子的 判断一个class是否存在 好 再写 如果有返回chor 没有返回fair 那么现在呢 我们怎么写 你要判断它 那我是要box box element打印出它 所以呢 我首先先第一步 是box.class name 看是什么东西 是aabb 先得到这个字不串 对吧 然后我在里面找 怎么找 把这个box呢 传给了element 所以呢 我们下面就这一步 先写这样子啊 box点上class name 的字符券 为aabbb 是吧 好 那么这边就这么写 element 应该就是 has class 括号 box 都号 这个a 是吧 好 box呢 传给它 a 传给它 那么element 就是box box点上class name 好 那么这句话 代表谁 这句话就代表 表示 aabbb 是吧 好 因为是box传进来的 box点class name 等于这个 那么我再点上一个match match是什么意思 match 是正德表达事理的一个方法 好 就是说 就是说 返回 方法 返回什么 这边 先这么写 里面我放个东西 放个什么 放一个正则 叫做 放 a a 好 它这个东西 最后返回出来 好 我就打印 我把它打印 打印出来 会打印什么呢 a 看一下 会打印出这个a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如果 如果这个里面 如果这个里面有 正则 正则 正则的 正则 字符串 a 那么这个里面是谁 这个里面的字符串 其实就是 a bb 那么通过这个正则里面 这个方法里面的正则的a 去查找在这个字符串里 有没有a 如果有就返回a 好 这边再写 就是 查找 a 里面 查找这个字符串 a bb 里面是否有 a 对吧 是否有a 如果有 就把 就把这个字符返回 好 这个正则表达是你我们学过的吧 好 然后就返回了 好 bb 能不能返回呢 好 返回的是bb ccc 能不能返回呢 ccc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是没有的 好 这个里面是没有ccc的 没有ccc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none 好 这边再写一下 没有ccc 我就这么写啊 这个里面 没有ccc 那么 就返回none 就返回none 如果我把它转换成布尔值 转换成布尔值 那么呢 我们就这么写 加两个感叹号 就可以了 好 如果写的是aa 反回的是chure 如果写的bb呢 反回的是chure 如果写的是ccc呢 就返回的fills 对吧 因为不存在 好 那么这边是不是行了呢 好 不行 因为你这边的aa 传到 有没有传过来呢 是没有的 这个里面呢 要放什么 放字符串 但是呢 你放cname 行不行 不行 因为cname 又变成字符串了 所以fills 对吧 fills 你aa传进来 还是fills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cname 的字符串 我要把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变量 变成变量的话 你用这个两个斜杠 就不太好做了 是吧 那我们建议呢 就用它的new运算符 regexp 好 这样是可以用 name的 这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这边 你这边传的是aa 那么这边就是aa 那么就查找 这个里面是否有这个aa 好 是chill 对吧 好 我先把这个两个感大号去点 aa有了 bbb也有了 cccc ccnone 没有 是吧 none 加两个感大号就是fills 如果有的 加两个感大号就是chill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 你放一个aa 好 问题来了 问题 你放一个aa 你放一个aa 也能返回去 我们看看 对不对 aa 对吧 好 加两个感大号之后呢 也能返回去 但是aa 是不是aa呢 好 不是的 那这边有个点aa 好 display 那 我就随便写个 对吧 好 aa 是不是aa呢 不是的 所以呢 你要精确的查找到 这个aa该怎么办 这边再写一个aa 不是aa 所以 这个 正则 不精确 好 那怎样才能精确呢 就是 就是必须是aa三个字母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分析这个aa是怎么怎么怎么正则的 首先这个a呢 有三种情况 aa有三种情况 哪三种情况呢 前面可能有空白 因为它在中间嘛 比如说这边有个ccc 对吧 它可能在中间 在中间的话 它前面有个小空格 后面有个小空格 那如果它在第一位呢 它前面是死的 是没有空格的 是顶格的 后面有个小空格 如果它是最后一个呢 前面是个小空格的 后面是个死的 那怎么办 怎么算 就是它 对吧 好 做个加号 前面呢 是什么呢 有个小空 有个小空格 对吧 然后或者 或者是顶格的 那就这样 当然你这个是六运算符的 你要给它加个单引号 好 你要给它加个单引号 因为这是变量 对吧 这是这是正则 这个变量呢 转换的自不帅 就变成正则了 对吧 好 后面也是同样的情况 可能是一个什么 小空白 或者是一个顶尾 顶到最屁股上面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样还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这个小空格呢 这个小空格 和这个进行比较了 对吧 选它或者选它 那不行 我要选 这个小空格 和这个顶格 所以两个把它分组 分扩起来 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不能用 用这个和这个进行比较 我要这个和这个比较 那么呢 你要给它加个小空格 小原过号 这样行吗 也还不够完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空格 我们也可以直接写空格 对吧 那直接写这个空格呢 应该要最好是转移一下 对吧 那这样是可以的 那么这边也是的 转移一下 但是这个空格呢 我最好是不要用空格来表示 应该用 特殊符 特殊的这个杠S来表示 那么最终呢 就变成这种形式 杠S 好了 明白了吧 这边就写出来了 写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首先呢 这个地方是AA 看看对不对 那没有 也就是说AA 在我这里是找不到的 好 我看AA能不能找到 找到了 后面有两个逗号 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 就严格的啊 这笔写 写 通过这个正则 我们严格 精确的 找到了 指定的 class啊 好 严格精确的 找到了指定的class 好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把它转换成什么 感叹号啊 转换成布尔值 确了吧 好 A呢 fills AA呢 fills AA呢 true AAA呢 四个A fills OK 没有问题 好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转换了啊 这个就可以怎么样啊 去判断它是否 这边就写啊 检查class是否存在 好 那我最后呢 将它返回 我不需要答应 好 下面一个 添加 一个class 那么添加class呢 我们就addclass 传两个东西 一个是element 一个是cname 怎么添加呢 我们来看 它这边是这么添加的 直接就是一个空格 加上一定要加空格 不然的话 它是会连起来的 加classname 也就是说 element 点上class name 等于 应该是 加等于 累加 直接cname是不对的 比如说 我这边呢 来写 addclass 首先是box 点上 我要添加个 ccc 好 刷新一下 大家发现 大家发现 ccc cc和bbb 连起来了 是吧 这个保存一下 拆了一遍 大家会发现 bbb和ccc 是连起来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边 加一个 哎 写反了 空格 刷新一下 这样就不会连起来了 是吧 好 这样就不会连起来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添加aaa 我也是能添加进去的 大家发现 第二个aa出来了 这样叫重复 那么怎么解决重复呢 很简单 判断 如果括号 不存在 这个class的话 element 点cname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我再去执行它 我再去添加 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不存在 刷新一下 大家发现 aa没有添加进去 那我现在添加个bb呢 刷新一下 没有添加进去 因为bb本身存在 如果我添加cc呢 刷新一下 发现ccc添加进去了 如果我想添加一个 bdd呢 好 好 dd添加进去了 如果我想把这个四个全部清空 四个全部清空 然后添加e呢 那么我就很简单了 box.class name 等于e 是吧 这样不是就全部清空 全部清空了吧 就变成e1了 对吧 那么现在 这上面两种方式呢 一个是保留和附加 一个是清空 创建新的 都可以使用 好 那么最后一个 我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我现在有a b b c c d 我现在要删除其中一个 其他三个保留 那怎么办 好 再写 移除一个class faction 嗯 这个叫做remote class element c name 好 判断 如果这个class存在的情况下 我猜能塞 你不存在 你怎么删 删不掉 对吧 根本就没有 好 如果存在的情况下 怎么删呢 我们来看 它怎么写的 如果存在的情况下 我找到那个 通过这个正德表来 是找到那个 用替换的方法 把它替换成一个小空格 好 你不能不替换空格 不然的话 挤在一起了 那怎么做呢 首先是element 点上一个class name 等于 它应该是 我们看啊 它这边呢 是直接等于的啊 没有来加 直接等于 等于谁呢 把这一段全部拿过来就可以了 好 只要把它改成replace 然后呢 后面可以 replace呢 是找到 你要添加的 你要删除的那个 然后呢 把它改成空格就行了 当然你这个 比如说我留的是 没有空格 就是直接的一个空 那么我们看会怎么样 目前来说呢 有四个 我把bbb去掉 那就remote classbox.bbb 四个对吧 刷新一下 大家发现 AA和ccc连在一起了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错误 对吧 所以呢 你这边呢 要变成一个空格 变成一个空格 其他都一样 刷新一下 AAccdd出现了 那我想把ddd给删掉呢 其他保留呢 羽默 class box 都号 ddd 刷新一下 好 删掉了 那么后面会留这么一大 这个倒无所谓了 对吧 这个就无所谓了 好 那么 这节课呢 我们就是专门讲了一个ID 会带来灾难性的问题 就不要去用它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是class调用的方法 那么class调用的方法呢 就两种 一种呢是什么呀 就是保留原来的 你添加新的和删除 删除其中一个原来保留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把以前的清空 直接的怎么样啊 用成新的 好 那么通过这三种方法呢 我们实现了以上的两种功能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要讲link这个属性了啊 那么下一节我们再来看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